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歐德美 歡迎回來歡迎回來 我們終於回來方舟方塊世界了 別再催了別再催了 好不好 為什麼這麼久才出方舟方塊世界呢 因為方舟方塊世界昨天更新1.16版本 多了兩隻新的生物 封面那兩隻新生物你們看到了嗎 就是那兩隻 為什麼老頭一直不拍方舟方塊世界 原因非常的簡單 因為已經沒有新的東西可以拍了 我又不想要想新的內容 就這麼簡單 因為是倦代嘛 某一款遊戲玩久總是會倦代嘛 那也請各位呢 觀眾們 不要再催我了 問我方舟方塊為什麼不出 問我方舟方塊何時出 其實呢 並不會加快我出方舟方塊的速度 並不會因為你問我 也不會因為你催促我 然後呢 很快就生出來給你了 因為呢 總得要有內容嘛對不對 所以說呢 也希望各位呢 可以去理解 為什麼我沒有出方舟方塊 動動你的小腦袋 不要就讓你的腦袋卡死了 為什麼不出 其實種種原因非常的多 也有可能是 最近新出的遊戲 導致我不想出方舟方塊 也有可能是 呃 方舟方塊沒有內容了 就像最近一樣 沒什麼內容了 不過呢 最近方舟方塊的更新速度蠻頻繁的 跟以前的方舟生存進化 應該差不多 以前方舟生存進化 是一個禮拜更新一次 之後呢 越拖越久變一個月一次 之後 越拖越久 可能變三個月一次 那現在呢 我們的方舟方塊 是處於一個禮拜一次 好像是每個禮拜四都會更新的樣子 所以說呢 這個系列還是會慢慢的進行啦 各位真的不用去擔心說 我再也不拍方舟方塊了 有東西我就會回來 就這麼的簡單 那就不如耐心的等待 然後聽了這個老頭子呢 講了兩分多鐘的廢話之後呢 講到我都口乾舌燥啦 講完了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要去抓我們的 這封面的兩隻新生物 官方更新呢 這最最重要這兩樣呢 就是這個刺蜥 以及我們的動獵狗 這兩隻呢 在都是這位於在這個 沙漠地區才會出現的 那當然啦 這1.16版本 不是只有更新這兩隻啊 其他的一些修正 也會在這個更新項目裡面 這個我就不贅述了 這個你們可以繼續官網查看 你們就可以知道1.16改了些什麼 其實很明顯的就是 這些字變得很顯眼了 你們有沒有覺得 綠色的字體配上黑色的陰影邊框 看起來更 更明顯的 順便跟各位看一下 跟各位講一下 老頭的等級上線是80嗎對不對 你們看一下老頭現在等級509 這個是意外啊 你們有看過飛天小女警 我們要創造美麗完美的小女孩 結果不小心加入化學5AK10的那種感覺 我本來80等上線不能再上去的嘛 那我為什麼要調整我們等級上線 因為我不能學我們的刺激鞍 也不能學我們的洞烈狗鞍 因為我們的點數用完了 我想說把我們等級上線稍微調整到100還是200好了 結果我一個死守把我本來方舟生存進化的那個650級的那個數據 直接拉到這邊來 那為什麼馬上變509呢 是因為我先前在打怪的時候所吸收的那些經驗值 沒有地方可以去他就記在那邊 等到我把這個上線解放了之後 馬上直接爆到509等 結果我發現一發不可收拾 我現在沒辦法把他變回來了 我是還有一個方法啦 但是這個方法需要朋友幫助啊 那目前沒辦法跟動 也只能這個樣子了 然後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我的工匠點數6714點 這已經是逆天啦各位 已經是逆天啦 我覺得這有點蠻扯的 好不好 好啦這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最近發生的這些事情 那我們正片準備要開始了 各位應該等得非常的不耐煩了 因為老頭太多廢話了 好 我們待會呢 就直接去抓我們的洞烈狗跟我們的刺激 在這之前呢 我們要先學一下我們的岸 好我們先打個岸 刺激岸在這裡有沒有看見 當初就是沒辦法學 我才要調等級上限 洞烈狗岸在哪裡 這邊 好我們現在兩個都做一做 他好像是 不需要任何工作台 在自己身上就可以做了 我們需要木頭跟皮革 劈一下劈一下 然後皮革 哇靠 喔對齁 忘記跟各位講的 為什麼劈一下190個木頭呢 現在呢這個 所有的數值參數 以前最高是只能調3倍嘛 現在最高可以調100倍了 然後我有點被我現在這個行為給嚇到 我已經忘記我調了10倍的這個獲取量 所以說他覺得有點恐怖啊 嚇到吃熟熟了 好不好 到後面我可能往回推這個調個5倍吧 我是調10倍還是5倍啊 我有點忘記了 不管了不管了 總之我們趕快學齁 反正我們要的材料應該都有了 欸為什麼 喔不是這個 抱歉是這裡 這個要在哪裡看 刺激 這邊一個 然後 刺激 OK 我們兩個都入手了 那這兩隻應該是屬於 這兩隻應該是屬於野生的 不是啦 就是 一般動物 這兩隻應該是屬於一般動物 那既然是屬於一般動物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用場管步槍 應該就可以直接抓了 那他們兩個我猜都是吃肉吧 可能吧 有可能 好吧 那我們現在非要不如說我們直接往右下角的方向去找我們的刺激以及洞烈狗 Let's go 好啦 我們現在到了沙漠地形喔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吧 這兩隻到底會在哪裡出沒 會在他們的沙漠地洞裡面呢 還是在這個沙漠的外圍喔 好 你看這邊還有金字塔 小金字塔 大金字塔 呵呵 哇 這是什麼鬼東西啊 哇 第一次看到這邊有小金字塔耶 哇 這個感覺好像沒有什麼機關的樣子 小小金字塔 欸 是我太久沒有玩是怎樣 為什麼覺得這個地方好像是新開的那種感覺啊 好像是新開的那種感覺呢 好啦 這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啦 我們要趕快找到我們的 洞烈狗以及我們的刺激哈 趕快抓一抓來展現一下他們的特殊能力 是吧 好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除了我們自己人物的等級解放之外呢 我還幫我們的寵物的等級也做解放了 寵物等級最高好像是 80等滿等還是100等我忘記了 我把它調到200等了 然後因為先前溢出的經驗值還保留著 所以說 我把它解放到200之後馬上變成180一級 然後我有83點可以點 有沒有很恐怖 有沒有很恐怖 到時候我再稍微做點調整吧 不然的話 說真的不調整的話等級上限卡在那邊其實還蠻尷尬的啊 好不好我找這麼久怎麼沒看見 家們的刺激 以及我們的 董列狗 怎麼沒有看見 嗯 我們的董列狗呢 我們覺得我們要多亂個幾次 我們跑到末日日地 啊看見了 就是你了刺激 刺激哥哥 刺激哥哥 呃 呃 嘎 刺激哥哥 你怎麼要跑呢 你跑去哪裡了啊 刺激哥哥別走啊 刺激 呃 嘎 哦他說要來打我了 嗚 我被插到了 肥鵝 哦中毒了中毒了 被他毒給弄到中毒 哇那個狗也出現了 別 嘿嘿 別這樣吧 有話好說 欸我動質到很慢哦 你慢慢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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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弄到我了 我應該是不會暈吧 他的耐力有這麼強嗎 野生生物沒有錯啊 好 我撐著我撐著 我靠 我這都會不會死啊 我這已經快死了 麥安捏好嗎 我看一下有沒有補血的啊 我都已經忘記我現在身上這些道具有什麼了 儘管給他吃個肉吧 好的吃雞跑去哪裡我看見了 哇雙重享受呢 把他引到洞穴裡面好了 看來是要非常的非常的憤怒啊 哈囉 嫩 好 我想一下辦法 好這個高低差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跑去哪裡了 我看見了 可惡我要繞個路 他死追著我耶 他沒有那個放棄的念頭耶 嫩 是不 還不倒哦 跟我想的 不太一樣哦 我以為你大概兩三槍就倒的那一種哦 沒想到你這個麻醉質居然這麼的高 會不會被我直接射死啊 不要晃不要晃 有了 NICE 好這傢伙吃肉吧 我猜啦 然後呢老頭的這個倍率調整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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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猜啦,吃肉的啦 他的能力是可以把岩石轉回成礦石的能力 這邊已經很明顯了,各位看見了沒有 黏土可以變成銅礦 岩石可以變成鐵礦 每一礦用泥土變出來 15個換一個的樣子吧 30個黏土 喔,泥土跟黏土 30個黏土換銅礦 然後30個岩石換鐵礦 哇,這個還蠻方便吧 如果我們多做一點,放在這裡讓他升 是一個還蠻不錯的一個 提升,提升的那個 方式啊 阿,阿我們的大腿肉,阿我們大腿肉在那個 喔,卡住了 在他身上 快點,把你的大腿肉交出來 來,夾追個 NICE 你看一次就起來了,好快喔 哈哈哈哈 真不愧是十倍 真不愧是十倍 哇,不能變方塊 剛剛在戰鬥當中 沒關係,那我們就先讓他在這裡 我想一下喔 不要讓他射堵東攻擊好了 我們先讓他射為中立 然後呢,我記得這附近有一隻獵狗嘛 對不對 我們順便把這隻獵狗也帶回家好了 動獵狗 我們剛剛說在那邊看到嘛對不對 我看到了,看到在那邊 哇這個獵狗 根本就是,那個獅子王裡的土狼 阿 無故 完蛋了那口應該要吹被動 聽的到吧 沒射到 媽媽 尼 子 娃娃 呦 射到245 好高喔 媽媽 尼 子 娃娃 我不會把 他射死 啊 死邊啊 媽媽 尼 子 娃娃 痰了 痰了 哇 那個 獵狗 躺了 居然是往前撲啊 蛤 天 он поar 可惡 看不到他的臉 沒關係 我不用為你大腿肉了吧 我就直接為你吃肉好了 我覺得一般的肉就可以把你抓起來了 大豐收 通通帶回家拿去做雞精 好 我們那隻應該可以變方塊了 好 看到他在那邊有沒有 這個肉稍微劈一下 拿好多喔 來 吃西哥 咱們回去了 居然還要一分鐘 好啦 我回來了 來吧 來完吧 來喔 我們來把一下方塊拉過來 來把他方塊拉過來一下 方塊勒 這邊 我覺得我們應該把 東西拉過去 然後鞍跟那個轉移說物品給他好了 這樣子我們比較輕 鞍先拉過來 我們就帶著濕樣就好了 NICE 來吧 我們來先把這兩隻都放出來 哇 卡條 卡條了 再丟 OK 我們先來玩一下咱們的這一隻刺激好了 剛剛已經有說過他的能力是可以做轉化動作 我們來試看看吧 泥土30 黏土 泥土 30個岩石沒什麼問題阿 哈哈哈哈 哇 這個十倍有點誇張喔 敲幾下就死幾個了 這樣子我們以後我們只要做一些道具其實還蠻方便的欸 對啊 輕鬆好多喔 好了 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個一個可以做多少阿 這需要時間 有那麽久喔 完全不知道 這做出來一個是多少 好不好 不管了 反正呢 就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整個攻擊型態喔 把我們刺激安放下去 NICE 好吃 速度感還不錯 速度感還不錯 C鍵什麼功能沒功能 右鍵應該是噴刺 沒錯 但是要瞄得很準有點困難 而且這個右鍵貌似有CD時間 不能馬上放出來 無法馬上放出來 快點 放你的劍刺 有 哇 連續30這樣子 有 可惡還沒升級 有做出來的嗎 好像沒有 做一次要這麽久喔 跟我想的不一樣欸 做這麽久的話 我不如自己挖算了 而且是有 如果有調過倍率的話 我覺得這個CP值就不高了 因為自己敲一下都十幾來個啊 對不對 是不是 笨螞蟻 阿龜 你把打針一下啊 打到了打到了 阿龜跑了阿龜跑了 阿龜跑了阿龜跑了 可惡我卡住啦 讓我下去 阿龜 阿龜 算了 我是不要招惹他好了 我覺得他想弄我 他生氣想弄我 騎一下我們的狗狗 幹什麽 哇 這狗狗現在改版了是不是 他的噴火多了三種欸 多了兩種 一種是火焰一種是冰 然後一種是毒 哇這個這次更新多出來的還是之前啦 我現在才發現 看來其他生物應該也有做不少的更動吧 我覺得啦 應該會啦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我們的動獵狗齁 動獵狗的話是可以 可以輔助戰鬥讓目標骨折或流血 讓目標骨折或流血 只有我覺得 這隻獵狗做的 不是很完整嗎 他為什麽 他為什麽往後跑的時候 那個腿看起來像假的 你是吃太胖嗎 我怎麽覺得這隻獵狗有點胖阿 這個模組要不要重做一下 你看他在跑的時候他那個後腳跟 這麽小巧 這麽 這麽小一隻 棒棒腿那種感覺 會不會讓敵人流血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那隻劍星像我們來當一下目標好了 當把當把 而且狗可以跳 右鍵不行在CD 左鍵 咬屁咬阿 來阿 單挑阿 我正在等右鍵 別咬我 喔 別 爆屁阿 我們咬那隻好了 用右鍵看會不會流血 這個CD好久喔 有點可惜耶 不能連續放 有了 你有流血嗎 看不出來有沒有流血 不過第二下好痛喔 是我錯覺嗎 我們找走頭龍好了 第一下 九十二 第二下也是九十二 我覺得應該是部位傷害的問題 部位傷害 你看那邊又有三包袋嘟嘟鳥 又來又來了 這個問題到現在一直修不好阿 來我來解放你們 順便練一下等級 水喔 點一下傷害 哇賽 我們的獵狗就這樣子 輔助戰鬥 讓目標骨折或流血 我感覺不出來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用在人身上 PVP的時候用在人類身上應該會差很多 我就這麼覺得 好吧 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兩隻 1.16改版的這兩隻新生物喔 那麼還有一些小小改動的內容 這個自行去官網查閱 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就左下角給訂閱 右下角給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方塊世界再見面了 掰掰 1.816Unit